我们应发挥G20的特点和优势 在尊重阿富汗主权 独立 领土完整 支持落实阿人主导 阿人所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 为阿富汗和地区合并稳定 繁荣发展所受贡献 我们要尽快施以援手 雪中送炭 帮助阿富汗人民疏忧解困 在这方面 我们应共同支持联合国 发挥协调作用 中方正在加快落实向阿富汗提供 加值两亿元人民币的粮食 粤动物资 疫苗和药品的紧急援助 首批物资已经交付阿富 我们要支持